穿越樹林映入眼簾的是 一大片寬闊綠地 潔白帳篷分別住立 裡面應有盡有 哇 好新鮮喔 大床冷氣桌椅一應俱全 誰說露營舊橫客難 現在奢華的露營才是網道 疫情期間出遊最怕人幾人 這個端午節奢華露營 成為最夯的防疫旅遊 空間夠寬酷 所以呢 就大家人跟人之間的距離 也是很遠 也不會像城市裡面 那麼的緊張 當時苗栗這兩間豪華露營區 一個人平均要價五六千元 含吃喝跟節慶活動 獨立的帳篷一開放就秒殺 饅頭這個營區也不落人厚 半透明的新空帳 一帳要價一萬三 一泊三十帳篷內 沙發爐具未遇全獨立 避免跟陌生人接觸 間鋸我覺得抓得很好 就是有自己的私人空間 有自己的一個發呆體 陰區站地兩公頃 以希臘神話阿波羅為主題 蛇頂帳篷分成三區 一市而獨立 端午廉價 一帳難求 沙發露營動輒萬元起跳 但疫情嚴峻 想出去玩又不敢跟人接觸 部分遊客認為 一家一戶一帳篷 相對安全 因此就算貴 也要毛起來花 界中部綜合報導 中天觀眾有好康 就是請你上快點購 買這個污化器呢 送水神是一舉兩得 當然我們現在有推出了 三種好康的組合 有效幫你保護起來 保護家人 那麼防疫不能等 趕快上快點購來買 要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CTI108就有折扣了